我们知道CPU在不断的去随机切换的 随机切换 然后呢 U的就是 CPU现在正在执行我的 好 我高峰量级 我把这个现场给你 我把这个执行权让出来 让别的现场去执行 那这就是U的 让出CPU 但是啊 但是这个U的支持的特别不好 就是有很多时候你是看不到这个效果的 理论上是这么回事 但是达不到这个效果 来我们来试试吧 是吧 好 来一个DEMO6 DEMO6 Y I E R D U的 它叫做理让现场 让出CPU 也叫做理让现场 这个只作为了解一下 请啊 理让 现场 好 我们来去写个代码啊 在这里呢 让我单独定一个类 class 叫做myThread PHREAD 让它继承 Thread Public void run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重写了run方法之后 我们就开始怎么样 在里面写一些代码 来一个for 印它 I就等于1 I就小于 等于1000 I 加加 然后我们做一个判断 说如果 如果你这个I 要是 磨于 10 等等于 0 它要是磨于10 等等于0 就说明什么呢 是10 的倍数 10 20 30 40 只要满足是这种倍数的时候 那我就让出CPU THREAD 点 EU的 让出CPU 让出 CPU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怎么做呢 我创建两条线程 然后呢 掉下方法让它跑起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线程1 在执行的时候 正好 它增到什么了 增到这个 100 或者增到这个90 那它磨于10 等等0 那它是不是就怎么样 在这里还有 还得有什么 还有得有个输出啊 要不看不到效果 在这里面来一个 getName 然后后面加上 后面来一个A吧 加A没有什么意义啊 咱们加一个I 能明白吧 好 那么现在我有两条线程 来来看 两条线程 你有一个mythread mythread 然后再点这个start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来复制一个 两条线程吧 那么一条线程 在启动的时候 假如它正在执行 执行了输出1 输出2 输出3 一直输出到10 那么10抹10等等0 然后thread 右的就让出了这个CPU 那么让出CPU之后 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打印 对不对 啊不是 让出CPU之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另一条线程 来去执行了 不是做打印的啊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只要是这个条件一满足 不对 应该写在这 这句话应该写在这 不应该写在里面 因为写在里面 只有条件满足的时候 它在打印 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怎么样 是不是也希望打印啊 好了 我们再来 现在启动运行一下啊 运行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这个效果啊 基本上 你都是看不到效果的 thread1 这个是10 对不对 那么按理来说 10 是不是10抹10 等等也0了呀 所以它应该让出CPU 那么再去执行 对不对 执行什么呢 执行应该是这个位置 是输出thread0 但是没有执行 没有输出 这个看出效果来了 thread0 这是10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是不是让了 让了thread1 执行20 20是不是thread1 又让了 让给了一个thread0 让它继续执行 所以呢 这个它是效果特别不明显 只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啊 能理解吗 这就是eo的 它叫做 里让 里让线程 让出CPU 这个支持点呢 咱们讲到这里啊 那是效果特别不明显 是效果特别不明显